这次冬奥会让我看到更多世界顶尖的运动员 也让我更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在哪 然后也可以回去继续努力 希望下次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2月8号 中国台北代表队选手林新荣 在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中 划过三轮 以3分03秒61取得第31命的成绩 今年24岁的她表示 此行没有遗憾 其实我在过那个13弯 就是那个最常出事的那个弯的一半 我就觉得哇 我好快乐 就是我没出事 然后到终点那一刻真的就是很开心 也很感动 就是哇 结束了 我自己就会觉得就是说 我已经做得很好 自接触体育项目之日起 她便将登上奥运舞台排在新园当首位 如今终于在北京圆梦 成为首位获赐项目参赛资格的宝岛选手 所以就是我当下其实是真的很放松 然后发自内心的微笑 我终于结束了 雪橇项目的比赛场地 是北京延庆的中国国家雪车雪橇赛道 这条被称作雪游龙的赛道颇具挑战性 林兴隆最初往生位 随着赛前数次练习 林兴隆开始享受这条赛道 之后就对于这个滑道的印象其实就挺好的 就是他的怎么说 他的冰让人滑得很舒服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窟窿 然后就算你翻了你也不太痛 这很重要 第三十一名是林兴隆首次冬奥之旅的据点 也刷新了其个人最佳成绩 林兴隆自十岁左右练习田径项目 为袁奥运梦 十八岁时才改练雪橇 笑冲终点背后 是长达六年的精心训练与付出 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 我可以从一个起点划到终点 因为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一度撞到我的手跟脚 就是都没办法抬起来 然后躺在床上 谈及在冬奥村的经历 林兴隆说 九月的中餐吃得很开心 防疫工作也没得挑 若无疫情 他还想去长城跑步 品尝精卫小吃如煮 五年未在亚洲过春节的他 今年在延庆冬奥村 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 我们那天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真的在写春年 因为我们写的春年都很可爱 我们就边写边笑 然后就把它贴上去 然后就觉得很有过年的感觉 像北京冬奥进军的这六年 林兴隆大半时光 都在半考资助 半自费的训练读书 圆了奥运梦以后 林兴隆想要做得更好 我觉得就可能对于冬季项目的选手来说 参与奥运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里程碑 但就是我会想要再做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 这是亚洲的冬季奥运 冬季选手 对于未来的规划 林兴隆都告诫自己不能松懈 最起码会拼到2026年米兰冬奥会 倒是再决定会不会拼到2030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